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周末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这个夏天到秋天 肖战注定成为资本眼中的香波波 也注定让直黑们如梗在喉 于是 在娇阳伴我火肉播出的这些天里 关于肖战三句联播的现象 不少妖言妖语又冒出头来 什么肖战很优秀 就是挑剧的眼光太差了 什么肖战不要继续沉沦了 每一部剧都在混日子 消费就粉的日子还能持续多久 呵呵 引用 娇阳伴我中的一句台词 玉成大树 墨于草征 将军有剑 不斩苍蝇 肖战的眼界和格局 又岂是这些银文小虫能看懂的 作为演员 肖战早已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该如何取舍平衡 不再追求短命红利 他走的是一条难走的上坡路 却能看到真正的曙光 从 孟海到 娇阳伴我 肖战选的每一部剧 都有自己的用意 也都在传递不同的人文价值 对于肖战 今时今日的顶流咖位 或许要创造一个爆款 并非难事 影视资源那是随手挑个遍的 而肖战为何选择了某些剧本 并不是简单的 只是观众所认为的平淡 没有爆相 他思考的更为深远 梦中的那片海 作为一部年代剧 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小人物的追梦故事 时间跨度大 有深意 符合主旋律 还能打动自己 激励别人肖战说过 选择剧本首先是能打动自己 演绎出来才可能打动别人玉骨瑶中的石影 是挑战自己从未尝试过的清冷孤高 并且石影不信命 是自己很佩服的 所以这样的角色值得自己去演绎和尝试 焦阳伴我就更不用说了 圣阳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 肖战在演绎圣阳时 圆了一场自己的设计师之梦 这部剧充满着人间烟火气 在朴实的生活点滴中 蕴藏着很深的生活哲学 需要细品 肖战不再沉眠于短期红利 却在向内沉淀自己 看似平静 却是后机勃发 准确来说 肖战如今选择剧本和角色 已经不再把能否形成爆款 是否符合当下热点题材 和观众的娱乐喜好作为标准 而是有了更深远的考虑 从他选择剧本的基调里 我们足以看出 大致匹配这些条件 一是剧本故事的深度 二是角色的差异化 三是打动自己 四是制作班底的硬实有了这些 对于一个演员的成长 才是本质的向内提升 对于观众才是最好的交代 所以说肖战 是在为自己的优秀演员 这个目标铺设一条很稳健 很扎实的路 循序渐进 不慌不忙眼界在此 格局放大 肖战不再追求短命红利 更不会轻易消费粉丝 内耗自己 他走的路很难 却很特殊 他创造的价值深厚优远 难以复制 于是 作为喜欢肖战的我们 何须担心呢 跟着肖战走 便对了 据悉 青年话剧演员肖战 在今夏暑期档 一共输出了三部剧 被央视盖章认证为 性格演员 性格演员是指 善于运用表演技巧来塑造 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演员 这类演员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系路较宽 擅长通过独特的表演 进行一幕形象的再创造 塑造出的角色不同于演员自己 不同于自己扮演过的 其他人物形象 也不同于其他演员 扮演过的同一人物形象 同时 每一个形象都具有不同的性格 其在央视出品大剧 《梦中的那片海》中 主演了时代浪潮下一往无前的 励志青年萧春生 该剧在播出之后 多次收视率破二 掌握各界人士一众好评 央视总台新闻联播多次夸赞该剧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可谓收视口碑双丰收 后续播出的古装仙侠大剧 《玉谷瑶》 也成绩斐然 各大官媒以及私人UP主斗主 纷纷引用其剧中台词造梗 极大的出圈效应展示 故有民选暴剧之称 其主演肖战在播出后也背上了房债 各路书粉纷纷呼唤 希望肖战能出演自己喜爱的书中角色 可谓古畏有之 肖战独有 正在CCTV八晚强黄金档播出的心力都市剧 《娇阳伴我》 也收获了不少好口碑 演员就该是这样的 一人千面 演什么就是什么 能根据角色的演绎演出千面人生 三个剧 三种人生 肖战全是得淋漓尽致 观众们也看得津津有味都市剧的题材 越发受观众喜爱 也许是 都市剧更能反映社会话题 与观众产生共鸣 今年暑假档上线的几部都市剧 都受到市场的好评 比如 刚大结局的一路朝歌 与正在热播的 庄腔启示录 这两部都市剧 口碑 热度都获得高赞最近 听到央视即将定档一部 新的都市剧 《娇阳伴我》 《九点一》在秧巴上线 这部剧是由肖战 百百合 朱朱 田宇 王林等实力派演员上阵 娇阳伴我 这部剧改编字 言情作家顾曼的同名小说 顾曼 我想很多喜欢看言情剧的观众 都知道 钟翰良与唐嫣主演的 《何以生肖默》 杨阳与迪丽热巴主演的 《你是我的荣耀》 等影视剧 都是改编字她的小说 这几部剧 在当时 可都是大爆剧 当然 娇阳伴我 也有望成为下一部热剧 《它是一部姐弟恋》的题材 主要讲的是 业内知名广告导演简兵 百百合适 与前夫结束一段婚姻后 陷入短暂的迷茫职场新人盛阳 肖战士 在工作中遇到各种问题 一次两人相遇 在相处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彼此的闪光点 谱写了一段曲折美好的爱情 以及成长的故事 虽然 原著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 但 改编成影视剧 读者就害怕 被改的面部全非 毕竟 想说原著写得很好 改编为影视剧后 不忍直视的情况时常发生 这也不能怪读者 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 为了能更好呈现原著 资方花血本请了 白玉兰 最佳编剧奖的得主李肖 担任 娇阳伴我的改编这样 读者就不用担心了 毕竟 他曾改编的作品 大丈夫人到中年 好先生 我爱男闺蜜等 都获得最佳口碑 而且 他非常擅长刻画 都市女性的内心情感走向 能巧妙地把现实与故事完美 融合导演宋小飞 曾两次入围金马奖 最佳摄影奖 代表作有 情圣斗牛 一代宗师 雪中汗刀行等 赢得业内口碑 这种级别的制作班底 加上实力派演员 又是一部S级的都市剧 肖战的演技 这几年 进步有目共睹 虽然他出道的晚 刚开始演戏真的不忍直视 但他不怕吃苦 这几年长年 泡在剧组 演技提升不少 他后来参演的电视剧 基本都是热播剧 余生请多指教 王牌部队 梦中的那片海 任逍遥等作品 肖战对角色的把控 非常细腻相信 这次肖战饰演的盛阳一角 也能很好展现 百百合相对于肖战而言 算是为老戏鼓了 虽然经历了一指弹风波后 玉女形象大打折扣 但是 她的演技是毋庸置疑的 在17年以前 百百合可是一位顶流女演员 票房破百亿 她出演的 失恋33天 滚蛋吧 肿瘤君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捉妖记 整容日记 分手合约 等作品 演技稳定 毫无演技痕迹 当然 这部剧饰演的李毅高管 相信她也能做到 恰如其分猪猪 可以说是娱乐圈 非常有个性的女演员 她凹凸有志的身体 走起路 风情万种 在演技上也是毫不含糊 虽然 她基本上出演配角 但是每一个角色 都刻画入微 让观众直呼本色出演 精英律师 乔家的儿女 叛逆者 等角色 都让人印象深刻 田宇 实力派演员 国家二级演员 虽然 她的长相在娱乐圈 真的有点不够看 但是她的演技 算得上S加级别的 她参演的 夏洛特 《烦恼》 《恋爱先生修修的铁拳》 《于庆年》等作品 是塑造一个 有一个生动的角色 强大的制作班底 一众实力在线的演员 一个有社会话题 有生动的情节 娇阳伴我 值得期待 «准备》